首先时间要回到今年的1月2日 2020才开始 已故参谋总长沈一鸣搭乘直升机飞往宜兰慰问官兵 但就在新北平邻宜兰交界的山区 直升机实事坠毁 机上总共13位官兵 包括了总长沈一鸣政战局副局长于清文 以及情报次长是助理次长红红军寿将等 总共有8人罹难5人受伤 这是国军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高阶降临空难 另外在今年的7月3号 海军陆战队在左营军区 进行了海滩操演时 郊州艇翻覆 造成了陈志荣 蔡博宇 以及操舟手阿玛勒 道卡杜三人殉职 而7月16号陆军的航特部 已在暂收直升机执行汉光演习 战备操演结束返场时 却意外坠毁了新竹军机场 正驾驶检任专副驾驶高加龙不幸殉职 而10月8号金防部发生了战车反复意外 造成一死一伤 车长林凯强也当场没有了生命迹象 再加上29日的这起意外 尚未诸冠萌跳伞落海送医不治 国军今年来已经痛失了15位优秀官兵 2020年来对国军上下来说都是非常沉重的一年 在这边的军上下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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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沉重的一年